大家午安 有一次小弟到隆坦 那时候因为隆坦现在已经成立教会了 那现在在隆坦那一年成立教会的应该是20年前 我们那时候开拓隆坦巴黎 还有关西 那在开拓隆坦的那一年 有一次就是去做这个足甲步道 然后刚好去敲门 碰到有一个一位女士 那这个女士她一开门 这整个人就很疲惫 而且很惊恐 那我们就说 我们来这边分享福音 来做社会关怀 那有空吗 我们可以到家里面进去跟你们聊一聊吗 那结果她这个女士就说好 那我们就问她说 你的眼眶跟你的脸色怎么气色这么不好 她说 因为她先生是基督徒 但是她先生会家暴 没有喝酒之前 人都怪得跟一枝棉梁 但是喝了酒之后就会动手打人 所以她那个两个眼睛 她那个脸被打到都有伤 那又讲到就哭起来 那我们跟她说没关系 那你有忧伤 我们人要安慰你也会有困难 但是把你难过难堪的那一面 我们叫你怎么祷告 那你要呼求神 求主耶稣能够安慰你的心灵 人有时候很不容易能够去分享他的脆弱 那尤其是一些悲惨的一些过往 但是我们今天身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就是要帮助人们 在他们有脆弱的时候 能够给他们一个平安的讯息 来告诉他们怎么样解决 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的十二章的第九节 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十节 我们来读一下 从第八节好了 八九十 新约圣经的258页 哥林多后书的十二章八九十 这三节 一起来读一下 258页 好 预备开始 为这事 我三次求过主 叫这次离开我 他对我说 我的恩典够你用的 因为我的能力 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 好叫基督的能力不避我 我为基督的缘故 就以软弱 凌辱 急难 逼迫 困苦 为可喜乐的 因我什么时候软弱 什么时候就刚强了 这里是保罗 因为在这前段的记载 保罗有一根刺 那就是撒旦的差异 攻击保罗 保罗是很能够受苦的人 但是我们看到这段经文里面 保罗也曾经为他所遭受的这种心灵 甚至从心灵引发出来某一些肉体的痛苦 保罗也曾经跟神祈求 那为了这一件遇到的征战 他三次求神 让这个事离开他 那神啊 只给他一句话 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 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所以人有软弱啊 其实这不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重要就是说在我们有脆弱的时候啊 我们懂得啊 我们转身去依靠神 这才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我记得在 我最近因为小弟也有打那个疫苗 打了两次的AZ 那其实打疫苗也是一种征战 对不对 有些年纪大的就说 我不要打 因为打了怕打了就 就差不多了 就回家了 那有些人就觉得说 打了之后还会不会什么副作用 那很好玩 那小弟在打之前 我也不是说因为我传道我就不会怕 我也是觉得 如果万一打第一剂就回天家了 这有可能 那后来就 就好啊 那就放在祷告里面 结果就前一天晚上 主耶稣就给我 我就做一个梦 蛮有趣的 梦到说我打了针 打了之后 期待有什么反应 结果东看看西看看 都没问题 然后我就跟我太太说 那个昨天有一个很好玩的梦 因为我梦到我打针之后都没问题 结果我跟我太太 同时去打针 打了之后她有副作用 她就开始当天晚上就发烧 发烧之后就头痛 头痛之后就 整个大概两个礼拜之内 她的每个关节都在痛 那主耶稣也真是疼我 让我没事可以去照顾太太 平常都她照顾我嘛 现在就反过来公平 但是在那一天 她打完针的那一天晚上发烧 就一直帮她祷告 感谢主 这个晚上祷告的几次 主耶稣就让她退烧了 那由于第一次的这个 惨痛的经验 那结果在最近 在上个月我们又去打第二针 那小弟是想说 上一次主耶稣告诉我 说我没有事应该 有事的话他会告诉我嘛 没有告诉我表示 应该我也会没事 结果第二次去打 我太太一样 打完之后 因为刚好是内力教会的 灵恩步道会 那打完之后 我在想说 会不会跟第一次 有很强烈的副作用 结果果不其然 又来了 所以她当天在 因为灵恩会 灵恩步道会的晚上 她就开始坐在椅子上 她没有办法跪下 她开始头痛 剧烈头痛 那她就用手势跟我 比我的头再痛 我就赶快跑去 跟我的同工 因为灵恩会 还好感谢神 灵恩步道会 可以祈求灵恩 那我就跟我身边的传道 李迎珠传道 她来支援内力 那还有 还有我们的一位指示 然后我就跟他们讲说 有空的话 可以帮我太太 祷告一下 因为她刚好 打疫苗 现在发作了 有强烈的副作用 所以就有几个同工 教会的指示 就去帮她按手 感谢主 那一回就好了 没有两个礼拜的关节 每个都在痛 所以真的 我们今天其实 讲自己的缺点 讲自己的软弱 其实不是坏事 有时候你因为 你有一些软弱 有一些你承受不了的 打击跟痛苦 你愿意讲出来 人家才有关心你的机会 所以如果你家里的孩子 叛逆 对不对 然后你因为找工作 一直很失望 然后常常都 深深不上去 常常被贬 这个其实你可以 请熟悉的同龄 或者是甚至 你可以请教会 帮你唱名 不要太去介意说 讲这个会不会 有失面子 那有一回小弟 在注目北区的 另外一个祈祷所 那有一次是 跟这个姐妹 她是访问组的助长 去访问 那访问完呢 车子开到她家 放她下去 然后她下车 门已经打开了 她就告诉我一句话 她说 船长 有一件事情 想要拜托你们 因为我们大概 三四个人参与 反问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四个人 包括她 她说 传导可不可以帮一个忙 我说好啊 她说 我先生现在失业 失业的话 那可不可以帮我先生 老公 我说好啊 那我们就 在这个祈祷所 在聚会的时候 我们就唱名 她说不行 我先生是教会的负责人 你不能跟他唱名 因为他觉得 做负责人 又失业 然后唱名 他觉得很没面子 做传道也是 常常被人家考试 要我帮他祷告 不能唱名 我说 那你要我怎么办 就你们几个 祷告就好了 但是绝对不能讲出去 我现在讲了 因为已经没问题了 但我也不能跟你讲 哪个教会 等一下我被人家 算账也不好 所以就 我就讲 好好 那我们就帮你祷告 那祷告完 那差不多 已经就为这个事情 放在心里面 那有一次到西湖教会 林恩布道会 那时候是林藏伟传道 祝母西湖教会 我们都是同一个 嘉义教会的 那这个 去到这个 那个 那个林藏伟传道那边的时候 刚好在吃晚餐 吃到一半 突然就想到 那个某某姐妹 不是她先生中年失业吗 被人家fire了吗 那到底 祷告到现在怎么样了 有时候信徒 请我们祷告 那个畅明祷告 好了要讲 对不对 不是吗 好了然后都不讲 你要把荣耀归给神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你总不能让我们 祷告到主耶稣来吧 人都已经好了 活蹦乱跳了 然后都不讲一句话 这个要告诉我们 所以 后来小弟吃到一半 我就打电话回去 问那个姐妹 那个某某姐妹 那你 那个几个礼拜前 不是我们帮你祷告吗 那现在怎么样了 她说 感谢主啊 我先生已经找到了一份工作 我说 感谢神 荣耀归主圣名 那如果记得 有什么恩典 要讲给我们听 那他就说 好 感谢神 就这样结束了 当时小弟 灵魂步道会晚 再过了一段时间 那我想说 既然有工作 但是还是要跟进 人家好 早上的这个班 到底有没有顺利 也是要问一些 然后就问他的太太说 那现在怎么样了 他太太说 没有啦 现在又 这个工作又失掉了 我说 上一次是被fire 这一次是失掉 不然发生什么事情 他说没有啦 因为他找到了一个更好的工作 我们拜的神 其实 他很喜欢我们去诉说 我们的心境 对神 我们人跟神之间的关系 应该是一种 无所不谈的关系 或许有些事情 你不便跟人家讲 但是你既然跪在 耶稣的面前 哭也哭给耶稣听啊 然后有什么难过 没有办法 人家什么对你的不谅解 还是什么 人生的委屈跟冤屈 还是很多人生的不顺遂 你既然跪下来的 就是你跟神 那我记得以前 我们有一个 有一个选手王建民 他不是到美国去打职棒吗 那有人在写他的 有关他 因为他当然现在他是比较 他没有在第一线 那我讲的是有一个点 我觉得不错 他说 他说每次他在 他说他在洋鸡队 他说每次他一上球场 他没有去看到的是 人家有没有拍手 也没有去看到 人家有没有去对他欢呼 没有 他说他看到什么 他上场只看到捕手 后来小弟就觉得 这句话对我很受用 当我们为主侍奉的时候 我们就是看到耶稣 当我们碰到信徒的软弱 目道者的需要的时候 我们就是看到耶稣 因为也只有耶稣 能够解决他们的困难 也只有耶稣 才有能力 能够解决人 一切的一些难过苦关头 所以我们今天 如果今天你到主耶稣的面前 你祷告 你不必去在意说 谁跟你按手 你也不必去在意说 有没有在关心你 你要在意的是 当你跪下的那一刻 就只有你跟耶稣 你只看到耶稣 你不会看到任何人 这个叫做专注的祷告 所以我们登神的祷告 如果有这么专注 其实很多事情 都是可以解决的 都是可以解决的 那谈到这个分享 这个软弱 我们来看一下 马太福音的26章 31到35节 马太福音的26章的 31到35节 主耶稣曾经预告 预告门徒 是有他软弱脆弱的一面 马太福音的26章 31到35节 在新约圣经的39页 26章的31到35节 我们来读一下 这段经文 一起来读31到35 好 一备开始 那时耶稣对他们说 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 都要跌倒 因为经上记者说 我要击打牧人 羊就分散了 但复活以后 要在你们已先 往加利利去 彼得说 纵然虽为你的缘故跌倒 我却永不跌倒 耶稣说 我实在告诉你 今夜击较已先 你要三次不认我 彼得说 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时 也总不能不认你 众门徒都是这样说 我们对我们自己信仰的评估 对我们自己信心的认定 常常是处于一种 自我感觉良好的 一个程度 会不会 像现在海峡两岸这么危急 那个民调听说 有百分之六十几的台湾人 认为说 两岸不会战争 我们要小心 你要把神拉住 以后怎么样 我们不知道 人生当中最重要 就是每天你走的路 环境再怎么变 那不是重要 重要是你跟神的关系 有没有时刻保持最畅通的情况 最畅通的情况 那回到这个圣经里面来讲 耶稣告诉门徒说 今夜 不是很久的明年的今夜 是今天晚上 没有几个小时之后 入夜的那个时段 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 那他引用就是说 牧人被击打羊奔散 那耶稣就是牧人 然后他要被抓 被公会审判 然后被钉十字架 因为牧人被抓了 羊群就分散了 但是耶稣说 但是我复活之后 要在你们以先 往加利利去 那彼得常常是信心的带头者 他都很有信心 没有人敢走海面 他是第一个说 耶稣啊 你如果允许我 我能不能走到那里去 今天就算我们坐船道 我大概也没有那个胆 看到耶稣走海面 说主啊 我可不可以走到你那边去 我宁愿说 等耶稣走过来 比较 比较 那彼得他就敢去尝试 他就有这个信心说 耶稣可以 那我作为他的门徒 我也可以 虽然走没两步沉下去了 但是他还懂得呼求神 那有信心的彼得 他也认为说 以他跟随耶稣的亲密感跟经历 他绝对不会跌倒 这一句话一定是耶稣为了其他门徒讲的 至于我 我不是这样的人 那个叫做自我感觉良好 那我们今天身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最怕的就是你高估自己 高估自己在神面前的定位 高估自己 教会 为什么叫做高估自己 有些人认为说教会没有 我不行 有时候我们做传道说谁说的 今天正耶稣教会不是 这个教会没有哪个传道不行 今天正耶稣教会也没有说福音开拓 我们身边少不了一个二十年开拓的同工 没有 重要的是大家依靠神 团队合作 懂得归荣耀给神 然后我们都是为了目道者的灵魂 知之不倦在传福音 那即使你是第一次出来 神也会跟你同在 这个就是我们 这个当中我们对神的一种 信心跟信赖的感觉 人会知道自己软弱是好事 主耶稣告诉门徒会示范 就是告诉他们一个事实 现在你们的信仰情况 不代表今天晚上你们的状况 还会保持原样 人的环境变 人的信心跟信仰也是会变的 所以你为什么要不停止聚会 为什么你每天都要读经祷告 因为什么时候你在高山 什么时候你在低谷 什么时候你在富裕之地 什么时候你在食音乐谷 没有人可以说得准 也只有你每次抓住神 你才不会被这些逆境跟环境跟突变 被影响被击倒 所以到了耶稣讲完这句话 彼得说我不会不认你 其他门徒也附和说不会 那有时候我们觉得说到底谁会被击打而跌倒 彼得说不会 十二个门徒也说不会 真的是这样吗 后来我们看到了这个马太福音二十六章 四十七节到五十六节 说话之间十二个门徒 犹大带着一匹人 带着刀棒 然后他们领受了 从祭司长跟民间的长老的权柄 带了一票拿棍棒 军器的一些人 要来捉拿耶稣 那接下来彼得 这个主耶稣看到的是什么 这个犹大想说带这票人来捉人 他总要抓对人 哪一个才是应该先抓的 结果犹大就说我给你们一个记号 那当中的人其他都不重要 重要是今天那个带头的人 那个你要抓的 那我给你们一个暗号 犹大想说又不能当众太明显 把人卖了还会不好意思 没关系 你看我跟谁亲嘴 那个人就是你们可以抓的人 那结果他就来到耶稣面前 跟主耶稣问安 请拉彼安 然后亲嘴 那耶稣就也是讲 朋友啊 你来这里对我这么好 你该做的事你就去做吧 所以有时候 我们每个人来到主耶稣的面前 动机是不一样 有些人来到真耶稣教会来慕道 是为了娶教会的姐妹 因为他太喜欢了 那姐妹说 如果你不跟我同一个信仰 我大概不能嫁给你 好了 那为了婚姻呢 有些人就决定说我来慕道 当结婚之后 他一流言就不见了 不是只有生命向天上的引路 他也开始 结了婚了 反正你是我的人了 也逃之夭夭 从此之后就不在真耶稣教会出现了 有没有听过 有对不对 我恰巧我也有听过 所以有时候我们知道 我们每个人在神面前的动机都不同 但是不管动机如何 你的选择如何 你都要付出不同的代价 所以耶稣知道会发生的事情 门徒没有人知道 那当犹大带人来要卖耶稣的时候 我们看到了一个基督徒的虚位 犹大可悲的是什么 他永远都是在假装 他是耶稣的门徒 他假装他是忠臣 他是看管 做一个财务大臣 但是常常在没有人留意的时候 他偷取钱朗中的钱 甚至到了这个时刻 他已经明明拿了三四块 要把耶稣卖了 已经打好交易了 但是他还是要做一个伪装 表示我跟耶稣的关系很好 主耶稣是他们抓你 不是我的问题 你千万不要怪我 想说这个 人家说尊贵罪无分 还是说 这个偷偷做的错事 没有人知道 天不知鬼不觉 耶稣怎么可能不知道 我们今天来拜神 我们站在这边 我们跪在这边 我们唱诗 我们的心跟神之间是怎么样 没有办法瞒得了神 怎么可能会神不知道 来这边坐着聚会 但是心还在想生意 这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拜神 耶稣才说要用心灵 跟诚实拜神 心灵跟诚实 他原来意思是什么 圣灵跟真理 表示说我们今天来拜神 我们是以按照真理的态度 我们是凭借 所给予我们的圣灵 我们以真理跟圣灵 做一个虔诚的态度 来拜神 这才是神所喜悦的 所以心灵跟诚实 没信在说一说的 那是要有依据的 所以这边我们看到了 一个犹大他虚伪的那一面 那他铸成大错 他知道自己的错是什么时候 当耶稣被抓了 他才发现 人生最大的事就是 我为了三十块把耶稣卖了 然后铸成大错之后 他才清醒过来 才发现自己做了 最愚蠢的事情 但是毁之已完 我们身为一个基督徒 每天你睁开眼睛该做什么 你要祷告神 在你经历的一切的过程里面 今天有没有过着 容神义人的生活 今天你的信仰在神面前 是被加分还是被扣分 今天你是朝着生命的路走 还是你是朝着死亡的路在走 我们常常都要警醒祷告 不只是免得入了迷惑 有时候迷惑一踩下去 陷阱一踩下去 人是没有回头路的 是没有回头路的 那再来就是耶稣被抓的时候 犹大表现出他爱神的一面 但是实际上带人来抓 耶稣也没有抵抗 就是被抓了 那这个不抵抗被抓 表示耶稣是什么 顺服天父的旨意 那我们看到了 在这个门徒被预言说 会逃跑的过程里面 其实有几点是值得我们深思 第一个就是说 耶稣要门徒 要准备面对失败 我们人生的路 不是每一条路都是成功 不是你每下的决定 一定是因为神通在 都是一帆风顺 有太多的时候 是神要你受苦的 那比如说约伯受苦 为什么他要受苦 他犯了什么罪吗 他没有犯罪 他犯了什么错 他没有犯错 那问题什么 他这么凄惨 因为他是要为神做见证 当然另外一个层面 是要炼经他心中 有某些杂质 那魔鬼去这个神面前 控告说 神你对他那么好 今天约伯蒙你赐福 家财万贯 孩子平安幸福 吃喝玩乐 泱泱都可以 因为你 以你的恩典为强 保护他 所以今天保护得太好 如果今天你容许 我击打他 他还会这么 持守他对你的信仰吗 绝对不可能 所以神说好 遵循你 但是他的生命不准伤 人生的经历里面 神有时候要刻意 让我们去面对 极度的脆弱 甚至是致命的关键时刻 但是这不是不好 这因为有些事情 是要为主受苦的 所以 借着受苦 让我们去面对失败 这是神让我们学习的 我们的人生不会总是成功的 也会有失败 所以保罗传福音 跟巴拿巴 很顺利 行了大神机 人家把这两个人当成 当成希腊的神 拿花圈牵扭 要来拜他 你这个神 你这个太厉害了 你一定是神诚人情来到世上 保罗说我们不是啊 你们不要献花圈给我 我们不过是人 我们能够行神迹 是因为耶稣的同在 因为我们所传的福音 结果到最后 两个人本来是 已经到达三顶方的顶峰 是被人家喝采的 突然间传了一个福音 他们没有听过 被打得半死 所以荣耀跟屈辱 也不过是一线的两面而已 那保罗他们不会看中人 给他们有没有荣耀 他看中的是 有没有借着这个神迹 凸显的耶稣基督 对世人的怜悯跟平安 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所以成功的背后 马上就是一种极度的失败 这对保罗来讲 成功失败成功失败 是每天上演的戏码 那今天我们的人生 我们会比保罗更好吗 也不会 我们也是一样 那第二个呢 门徒借着耶稣预言 他们的失败 是要让他们在失败的经历当中 认识 今天他们所征战的 不是只有人跟人 对福音的不坚 在世界 物质世界的背后 还有天空属灵器的恶魔 天天要我们的命 所以主耶稣要我们知道说 成功 当然不是偶然神通在 但是失败 有时候我们有破口留给魔鬼 这个魔鬼趁机侵入了 我们人被打得 这个哇哇叫 然后一败涂地 神也是让我们知道说 人不要夸口 你不要夸口 你有智慧 你做一个成功的生意 你也不要夸口 或今天某些工作 你看我因为我一祷告 因为我一按手 因为我们怎么样 这一票人同在 你看某些人的问题 得到解决 不要夸口 按手能使人病好 祷告使人得平安 不是因为我们 是因为我们背后的神 只有他才能夸吃完 我们不过是他的 有时候讲一讲 小弟今天才会想说 我们也不过是一个工具人而已 工具人就是 拿人家哪里来当工具 用完之后 可以干事把你割着 那个笔筒上面的笔 那今天主人要用笔的 这一支笔拿来 红色的黄色的蓝色 写一写 写完之后换回去 改天有需要 就拿你来用 主人才是重点 你这个笔 你这个工具 也不过是需要你的时候 才哪里来用 至少对于小弟来讲 我觉得我就是这样的人 我们不过是 不用被神拿来使用的人 神要用你 我感谢神 那神要让我们休息 我也感谢神 我们就随时stand by 看什么时候 主耶稣要用我们 我们就甘之如意来接受 所以只有失败的经历 我们才不会在神面前 就是说我们才不会 夸耀自己 我们才会知道说 反所行的 真的都是要靠神 所以看以夫所述的六章十节 以夫所述的六章十节 我们虽然面对天空 属灵气的恶魔 但是不要怕 保罗说了一句秘诀 以夫所述的六章十节 那保罗怎么说呢 以夫所述的六章十节 新约圣经274页 第六章第十节 来读一下这段经文 好 预备开始 我还有末了的话 你们要靠着主 依赖他的大能大力 做刚强的人 靠着主是谁要靠 信徒请传道长职 负责人 干部 来为某些人带祷 那你们 借着这些通人 为你们祷告 那我们又借着谁 我们是借着主耶稣 真正的关键点是耶稣 不是哪个人 我记得以前 赖大神传道 我们都很熟 我们这个退休的传道 他在退休之前在北区 因为他退休 那祈福者又请他讲几句话 我觉得有一句话 对我来讲是很受用 赖传道讲一句话 因为给我们这些晚辈传道 给我们一些很好的鼓励 临别之前的一些证言 他说我一生做传道 我都靠耶稣 我只靠耶稣 这句话给我很大的震撼 你们会不会有不同的感受 一个传道人终身靠神 他不是说有问题去 一定要找谁 一定要找谁来陪伴 一定要谁来做你的帮忙 他说我这一生都是在靠神 所以我觉得这句话 对我们今天传道人 我相信不只是对传道人 对我们今天每个弟兄姐妹 都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不管谁的带导 不管谁的同在 最后都是因为他们背后 所靠的那一位神 所以如果你跟神的关系很好 我一定会找什么人 不是吗 你跟神的关系很好 什么事情你跟神讲 就解决了 所以我讲一个很好笑的事 那个传道娘 她是印尼的华侨 她嫁过来台湾 印尼没有一年世纪 每天都是大热天 都是三四十度 那结果有一次 因为我不知道注目哪一间教会 对啦注目那个二重教会 那我们在二重教会的对面 租了一个房子 其实我们租了两次 那租那个房子的时候 因为刚好冬天来 天气就很冷 那因为天气冷 我们又同一张床 我们那个套庞小小的 那那天天气晚上很冷 我们又没有买电坛 后来有买 那这个睡到一半半夜冷的时候 我太太就跟嘴书祷告说 主啊 它好冷 能不能让它的船暖一点 很奇妙 他睡的地方是暖的 而且不用插电 结果早上他跟我讲这个先生 我说你为什么也不帮我祷告 我也需要 怎么你的是暖的 我的是冰的 这样好像有点 有点一言难尽 他也在那边笑 我也在那边笑 我是不怕 也不见得那么惨 但是我想同一张床那么小 它的是暖的 我的是冷的 那干脆以后你记得 帮我多祷告一下 我也要 所以有时候我们的神 是很有趣的 很窝心的神 他绝对不会跟你说 小小事情 大大事情 没有你一只甘 在我路 这种小事情 吃一麻酸皮士 也跟我祷告 我们的神从来不会厌烦 你不觉得吗 我们很多 那个中山教会 很喜欢祷告的弟兄姐妹 你看你信耶稣这几十年来 也不是只有大事 才跟耶稣祷告 你连很小的事情 包括今天的感情 就是感觉就是不舒服 不舒服到那里 又讲不出来 但是我还是吐给主耶稣听 耶稣有没有跟你讲说 你不要跟我讲这些 我受不了你们这些人了 不会啊 这就是神的爱 所以保罗说神的爱是什么 尝过高深 没有办法度量 你说他对我们的忍耐程度 有多大 没有办法度量 你说他对我们的这种 爱我们的这个 很心有多深 没有办法度量 所以他叫做尝过高深 没有止息 这个就是 我觉得是很有趣的事情 那第三个是什么 透过预告门徒失败 让门徒去经历什么 人其实是软弱跟渺小 有些人他平常自己觉得自己很伟大 对不对 那当有一天老板跟你说了 你的工作到今天为止 那明天你就不必来 台湾会不会这样 我听美国的通勇在见证 那时候有时候被fire 有信徒被fire 都是当天就叫你走路了 请你到那个餐厅里面喝个咖啡 然后晚上去算一算 明天就不用来了 这个是很残酷的事实 但是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 我们会觉得说 这个人生真的 顺境是衣食 逆境有时候也很多 其实为什么神让你 面对顺境跟逆境 就是要知道你是渺小的 所以有时候他 吩咐这个先知讲什么话 他都说人子 什么叫做人子 我们不过是带着肉体的人 没有神的话 我们是不能成就什么事的 没有神的应许 我们也做不成什么事情 那既然是这样 我们都是靠耶稣而活 我们是靠耶稣的同在 我们或许可以做这个 或许可以做那个 所以失败也告诉我们 人不要为明天自夸 因为明天会发生什么事 你都不知道 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的 一章三十到三十一节 哥林多前书的一章三十到三十一节 一章的三十三十一 一起来读 一备 一章三十三十一 一备开始 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 是本乎神 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 公义 圣洁 救赎 如经上所记 夸口的当指着主 夸口 神又使耶稣成为我们的智慧 这句话简单来讲 就是耶稣就是智慧 耶稣就是公义 耶稣就是圣洁 耶稣就是救赎 耶稣流的血 只有透过他 我们最才能够得到赦免 耶稣他是圣洁的 我们只有亲近他 我们也可以慢慢的 因为他的帮助 生命的更新 圣灵的洗 还有我们被耶稣的包血洗掉了 我们才能够做一个圣洁洁净的人 那耶稣是我们的公义 什么是我们的公义 只有耶稣才是公义的 遇到不公平的事 人家是很难谅解你 但是耶稣就了解你 所以我记得以前在某一个教会 在访问目道者 那这个目道者 我们常常都会 因为目道者很多 每一次去访问目道者 我跟我太太 那时候我们都是 都是这个目道者 我们都写了一个名单 然后把目道者的地址 什么什么什么都写下来 然后我们就按照这个地址 我们就一边看地图 然后一边去做访问 那访问的时候 也常常碰到目道者 说遇到什么委屈 遇到什么一些 心灵受伤的事情 那很奇妙 他们愿意把他们的软弱 呈现在神跟我们的面前 我们就把他的问题 带到耶稣的面前 你有这个软弱困难 没关系 我们帮你祷告 来真耶稣教会 你既然有体验了 这个问题 我们帮你祷告 你自己也要靠神 那结果很奇妙 像有一次家庭聚会 那在国外 那刚好排到一个姐妹的家 那这个姐妹 刚好在白天 在公司遇到一些软弱 遇到一些挫折 或者是 不知道是不是 聚头监门还是怎么样 然后她就心里就很忧伤 结果晚上家庭聚会的时候 那一天晚上讲的道理 就是她要的 为什么我们知道 因为我们一领完会 她说传道很奇妙 今天大家今天来这边 做的分享 就是我白天遇到的一些委屈 感谢主耶稣 接着今天大家来 讲这个道理 然后祷告 关心 让我的心灵得到了什么 得到了安慰 好奇妙的事情 所以我们的神 耶稣就是我们的智慧 就是我们的公义 就是我们的圣洁 就是我们的救赎 那既然他们是 我们既然耶稣是 我们一切所有 那你当然是指着 耶稣夸口了 这个是第三点 第四点我们看 使徒行传十二章 第四节第五节 有了失败的经历 你才会从其中学到教训 遇到了一些失败 跟软弱的事情 你才知道怎么去调整 去应对 包括怎么样转败为胜 好我们看 使徒行传的十二章 四到五节 读一下这段经文 一起来读 十二章四到五节 一备开始 西律拿了彼得 收在监利 交付四班兵丁看守 每班四个人 意思要在逾越节后 把他提出来 当着百姓伴他 于是彼得被求在监利 教会却为他 窃窃地祷告神 当主耶稣被抓的时候 门徒就是散掉了 然后彼得是 唯一比较勇敢的 我是指弟兄 因为那时候姐妹 还跟着耶稣 那些弟兄 那些十二个属都说 除了卖主的犹大 大家说我不会离开耶稣 结果都跑得远远的 那彼得为了面子的问题 想说 我自己还拍胸脯 说我不会卖耶稣 我不会不认耶稣 结果怎么样 一路还只能远远的 跟着耶稣 所以这个彼得 其实是很大的冲击 当他们的主人 遇到困难的时候 大家双手一摊 没有办法 我们只能在逆境里面 面对结局 但是当耶稣从此离复活 彼得被捉拿的时候 那些耶稣的能徒 他们怎么做 他们求告神 为彼得的结局来做祷告 所以这边说彼得被关 然后教会为他窃窃 那你想想看 教会为了传道供人 为了他下载牵牢 你会为他祷告什么 来你们给我答案 如果今天我们的珠穆传道 也不要讲那么白 就是我们的珠穆传道彼得 长老 这样可以吧 回到两千年 他被抓到这个牵牢关起来的 没有人领会了 也没有人关心了 也没有人去访问 也没有人去传福音了 这个彼得长老 对我们教会有多大的一个影响 这教会的中优敌 突然间彼得不见人了 那教会怎么办 解散吗 大家回家 只要家庭聚会好了 教会从此之后 因为彼得被抓了 教会也不要去挂 正义书教会的名 我们绑会 那个砍棒把他盖起来 免得等一下就轮到我被抓 是这样吗 不是 教会为彼得切切祷告 那我请问你们 你会为彼得怎么祷告 主啊 求你让彼得死快一点 不要有痛苦 被砍了就砍了吧 这样吗 不会吗 那你会怎么祷告神 好 谢谢 你几乎把答案全部讲完了 求主耶稣爱他 求主耶稣怜悯他 求主耶稣救他 来 还有没有 可能有人会这样祷告 主啊 彼得为你受苦 一定有你的美意 求你让他因着 因为他因着你所受的苦 能够荣耀你的名 有没有人这样祷告的 不容易啊 保罗说我们或生或死 都是属主的人 保罗也告诉我们说 不管做什么事 都是为了荣耀神 而且要凡事谢恩 凡事谢恩的意思 就是不管顺境逆境 你碰到的 不管是被抓 还是此时此刻 你正在传福音 不管什么情景 什么环境 不管你是自由 你是被捆绑的 你都要对神有感恩的心 这个就是一种灵修的考验 也是一种信心的托付 所以教会为了彼得的祷告 我相信有些人希望彼得回来 有些人可能希望彼得 在逆境当中能够坚持 那有些人可能祷告说 主啊 求你兼顾彼得 能够受得了苦 即使他向斯蒂帆训道等等 那求主也带领我们 我们今天彼得被抓 很可能会轮到我们 我们也能够向彼得 立下了一个不怕苦的一种 一种坚真卓绝的信仰 主你让我们跟他一样 所以每一种患难的背后 都是在考验 我们人今天跟神之间的关系 考验我们今天面对神的态度 考验我们今天面对人的态度 考验我们在教会 你怎么去处理这个状况 所以教会为彼得窃窃祷告 说不定教会其他的负责人 是带头说来 我们为彼得祷告 看神怎么解决这个事情 我们就祷告交托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 遇到的患难 没有办法解决的困难 教会就为这个 没有办法解决的困难 把这事情托给神 由他来处理 这就是我们今天 正耶稣教会 我们在面对 不管是顺境逆境 我们所共有的态度 也共有的态度 那另外一个是什么呢 另外一个是主耶稣 他不只是预告了 这个门徒 他们本身 会有的一些软弱 的一些软弱 我们看马太福音的26章 36到38节 耶稣也是愿意分享 自己的软弱 给门徒知道的人 我们看马太福音26章 36到38节 26章的36到38 新约圣经的39页 3到39好不好 我们就从36年到39 好 来读一下 好 预备 开始 耶稣 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 名叫克西玛 坐在这里 等我到他边去祷告 于是带着彼得 和西比代的 两个儿子同去 就忧愁起来 我心里圣事忧伤 几乎要死 你们在这里等候 和我一同警醒 他就稍往前走 伏伏在地 祷告说 我父啊 倘若可行 求你叫这杯离开我 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 只要照你的意思 好 耶稣最终的任务是什么 就是十字架受死 那想到这个工作 越想越难过 突然间惊恐 什么叫突然间惊恐 很快我就被抓了 那被抓 耶稣也知道啊 他会受审 然后他会鞭打 因为圣经里面 你看那个 十篇二十二篇 都讲的一清二楚啊 圣经里面 古古诈的乙人 耶稣会遭受什么什么什么 耶稣都很清楚 他就是为了执行 这个工作而来的嘛 所以面对他 要去承担的痛苦 他想到了 带着肉体 想到他也会害怕 所以这边说 就忧愁起来 极其难过 他的执意是什么 他的执意 原文的执意是说 就开始忧愁和难过 那表示说 人带着肉体 都可能会有 同样的反应 那即使面对 这么残酷的一个任务 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死 你想想看 天上的神 什么时候死过 没有嘛 他没有生之死 没有命之中 在天上一无所缺 连众千万的天使 都在服侍他 他说有什么就有什么 他说立什么什么就成立了 连魔鬼 背叛这个神的魔鬼 也没有办法来抵挡神 所以在神 他是最强大的神 他哪里会遇到什么死亡 他从来没有经过死亡 只有道成肉身的时候 他要面对肉体的死亡 所以这是他从来 没有碰过的事情 所以他想到了 道成肉身来世上 我要经历这个最后的关头 想到我能够克服吗 我能够面对吗 那以我肉体的 这种痛苦来讲 我不想面对 但是以心灵上的意志来讲 这是我必须去完成 最后的工作 所以主书在 克西玛尼院祷告的时候 他在祷告之前 他告诉了门徒他的心境 他告诉了门徒他的需要 那门徒是他核心的同工 最亲密的 那人都不可能是最坚强的 我们有时候也会 突然间也会觉得有软弱 那今天我们身为一个 教会的管理者 或者甚至你在这个 公司行号里面 你是一个领导者 不管是什么 是什么这个角色 有时候我们常常是 不屑于去表现 我们自己的软弱 会不会 这教会的工作 我在规划从来没有失败的 只要我带领你们出来做成功 绝对不会羞愧 有这种保证吗 没有啦 天底下没有人敢跟你 做这种保证 即使我们 我记得在做巴黎开拓的时候 有一个姐妹是正大毕业 毕业两年 竟然她报名要参加开拓小组 我们整个都跌破眼镜 因为我们开拓的都是年纪比较大的 中年老人 还有很多退休的 那结果这个大学还刚毕业两年 竟然去参加那个北区的 那个先到工作的讲席 讲席的七八次 然后讲席之后 她说要参与竹架步道 我心里想说真的吗 她说对 那我就说我们什么时候 在巴黎要做开拓 如果你愿意欢迎你来 那我心里是想说 你没那也没有关系 因为年轻人嘛 传呼音一开始也不是那么顺遂 敲门敲门不是每个人给你开门的 发给人家传单 不是每个人都笑脸婴人的 有些人也是准备放过追你的 有些人一门就关 对不起我们不信耶稣 没有给你讲第二句话 就把门把你关起来了 所以我也不了解说 这个年轻人 能不能承受这种小小的辛苦 那结果这个姐妹也很有趣 那真的那一天 我们在巴黎开拓的时候 她真的来报到 好 那我们就分组 然后第一次 她离开巴黎的这个祈祷所 然后第一次去发传单 那中午早上发完的传单 我们是爱家爱户去敲门 我们发完传单 也问她说 有没有空啊 我们想跟你谈谈耶稣 跟你聊一聊 如果你愿意的话 给我们几分钟的时间 我们就进去跟她谈 那结果在这个 已经忙了半天 中午 结果中午你要多好玩 中午我们准备吃饭 刚好我们经过一个公车亭 有一个小姐在公车亭旁边 在那边等车 那我们这个姐妹 才经过半天的时间而已 她就走出去 到那个小姐的身边 那我们就心 我们几个童工就大家会心一下 感谢神 第一次出来她心里就没有恐惧 然后她就开始去接近那个女士 说 请问你坐车坐到哪里去 结果从坐车坐到哪里去 把传单发给她 很好玩 后来我们在吃饭的时候 我就问她说 那今天怎么样 人生第一次出来 跟我们做竹家步道 那做完之后 你人生有什么感受吗 她说刚开始很害怕 因为怕被人家拒绝 那我说到现在 她说已经麻痹了 半天就麻痹了 很好玩 所以我说其实 人最怕就是第一步 当你跨出去之后 好多人拒绝 但是终有一个人愿意接受 你心里是满足的 所以 其实人的软弱 也不是什么不得了的大事情 我们有软弱 主耶稣说 你有软弱 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 那人还有什么好怕的 所以这个耶稣 把他要定十字架之前的一个心境 他分享给门徒 我们今天 不管你是做教会的领导者 还是你是一个干部 在带领的小组的做事 你不要去担心 因为你的软弱 人家会小看你 有时候 一个小组在工作 人家会看中你 会跟你同心 会陪伴你上刀山下海 为什么他们愿意做 因为他们知道 你是一个不会隐藏自己的人 你对我都是诚心诚意的 你不会去隐藏你的脆弱 我们也知道你工作的极限 那当你有困难的时候 我们知道 当你困难来到的时候 是我们出所帮助你的时候 人跟人的信任 如果我们都不愿意凸显自己的脆弱 我们不是耶稣 连耶稣都会怕定十字架 都会汗如大血填 低在地上 连耶稣要被定之前 他还告诉门徒说 你们陪我一起祷告 我很怕 我很怕 很惊恐 我现在很忧愁 等一下要面对的事情 耶稣讲的话 所以 所以有时候 甚至在家庭里面 有时候我们做父母亲的 我们都不敢去起始说 爸爸再过几天 可能这个工作就待不住了 妈妈 在这个大学担任教授 但是遇到很多挫折 这个评比不好怎么样 可能几天我就没头脑了 有时候我们都觉得 在自己的太太 自己的先生 自己的孩子 或者是孩子 有时候在自己的家人解决 就觉得很难起始 何必呢 家庭不是一个承担责任的地方吗 那为什么会怕在家庭里面 除非父母亲就是 容不许孩子是犯错的 容不许孩子 容不许另一半 是展现脆弱的 如果是这样就很可悲了 今天在我们的会堂 我们是可以在这边哭的 有些信徒跪下来祷告 妈妈好 我们一听就知道 他心里有很多愁苦 有人是说 你不准哭吗 不会啊 这是一个耶稣同在 你可以畅所欲言 你可以把你的苦境 你可以跟你很好的同灵 你也可以 更可以在耶稣面前 来轻松 清新徒一的地方 因为耶稣就是我们的神 因为他就是我们的父 因为他曾带着肉体 他也知道什么叫做忧伤 什么叫做愁苦 他也曾经 他也知道什么样 面对十字架苦行的 内心充满恐惧的那种感觉 因为有这一层的事情 所以耶稣能够体恤 我们今天遇到的任何困难 那你还怕什么 我们只敢坦然无惧 来到私人的宝座前 向他祷告不是吗 我们的神就是这样 乐于接受我们的神 所以主耶稣呈现他的软弱 今天也告诉我们 你不要觉得是羞耻 没关系你讲 那最后就是反过来讲 就是我们听到信徒有人软弱 目到者有人软弱 千万不要去讥笑他 这是他可能是他唯一 可以讲话的地方 他在同事面前他不敢讲 他在公司面前不敢讲 甚至在没有信耶稣的家族面前 他讲的可能会被人家笑 但是他敢在你的面前跟你讲 因为他信任你的灵修 他信任你的包容力 他信任你的容许度 他信任你是一个有基督爱的人 可以接纳他的人 这些人他不应该是来教会 被蒙修的人 所以我们谈到这些 突显软弱突显脆弱 不是不好 让我们有更多的学习 那我们就分享到这边来唱诗 126首 126 未经许上达到这边 希望有点赞兴